好萊塢男星班艾弗列克 现在被扣上渣男形象 全是因为这段访谈 班艾弗列克更脱口惊爆 跟珍妮佛加纳的13年婚姻中 感觉自己被困住 如果还没离婚 现在可能还在酗酒 这番言论让班艾弗列克被骂翻 不过隔几天后 他急忙跳出来喊冤 小班说这是媒体断章取义 连现任女友 也是旧情复燃的前女友 珍妮佛罗培兹一开始也传出 不认同小班言论 但后来态度大逆转 巧合的是 小班新电影也有谈到酗酒议题 他接受美国ABC新闻专论 大方谈恶习 坦言父母亲都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孩子 随着芯片上映 班艾弗列克的酗酒漏袭 也因为扯上前期再度引爆话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